桃園蘆竹地區民國七十三年爆發隔污染事件 雖然經過長期整治後解除列管 但是還是無法達到農用標準 有市議員為農民請命 希望市府盤點無法復根土地 並且活化運用 市長張善政就回應 如果確實無法農用 就可以考慮做其他的用途 一小塊土地種了些菜 但大部分土地都長滿雜草或雜木 民國七十三年桃園蘆竹發現激勵化工 排放葛廢水事件 後續市府針對三十公頃左右污染農地 劃定休耕地區進行整治 一百一十年完成改善 全面解除列管 王家五兄弟持分的兩公頃多農地 就在其中荒廢多年 幾乎無法跟作 議員呼籲不要讓受害農民成為工業 污染下的犧牲者針對無法復根土地 建議市府全面盤點結合都市計畫 將土地活化運用 農業局回應希望農地達到最大利用效果 農民有跟作意願會針對作物進行採樣檢測 市長張善政也表示 如確實無法農用 請督發局研議做其他用途 記者詹淑雲 桃園報道